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科 《巧法主耶稣》 今天是5月27日 题目是 《在安息日》 继续行诚 全新节 记载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六至十七节 所以犹太人宾巴耶稣 因为他在安息日作了这时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内文说到 救主当时住在有很多拉比的耶路撒冷城当中 他们将错误的安息日观点教导八星 因为有大批人朝来圣殿敬拜 因此拉比的教训 就传到了遥远的地方 基督希望纽正这些错误 所以基督在安息日治病 吩咐病人拿起脚皮走开 基督知道这个举动 必会引起拉比门的注意 这样他就有机会教导他们 结果就真的这样 法利塞人将耶稣带到犹太公会 要耶稣回答干犯安息日的指控 救主宣布他的行动 符合安息日的律法 也都符合上帝的旨意和作为 救主这样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记住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 上帝不断做工 继续维持一切生物 他的工会在安息日停止吗 上帝会在安息日禁止太阳 理行自己的职责吗 他会切断温暖大地 滋养菜疏的阳光吗 小溪会停止灌溉田地 海水会停止降落吗 小物和玉米会停止生长 树木和花朵 会在安息日停止萌芽赞放吗 如果是这样 人类就得不到地上的果实 以及维持生命的福慧 大自然必须继续他的工作 否则人类就会死亡 在这一天 他们也有事要做 生活需要得到料理 病人需要照顾 穷人需要供给 上帝不希望他所创造的人类 形成受在安息日和其他日子 应可以解除的痛苦 上天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 我们也缺不要停止行善 律法禁止我们在主的安息日 做我们自己的事 谋生的劳动必须停止 在这一天 任何追求世俗娱乐 和利益的工作都是不合法的 但安息日也不要在闲冷当中度过 上帝如何在安息日 停止他的创造之功安息 我们也照样要安息 他吩咐我们放下日常的劳作 用这个神圣的时间 进行有利于健康的休息 崇拜和举行圣礼 内文讲到这里 大家明天再收听啦 我们下期待